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宇宙的秘密 黑洞的神秘面纱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揭开宇宙中最神秘的面纱之一 黑洞的秘密 在开始之前 让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黑洞为什么叫黑洞吗 因为它们的魅力太大 连光都无法逃脱 这都不是开玩笑的 黑洞的引力强大到连光线都被吸进去 让它们看起来像是宇宙中的一个大黑点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黑洞的形成 黑洞通常是由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所产生的 当这颗恒星耗尽了它的燃量 内部的核反应停止 重力就会使得恒星的核心崩溃 形成一个密度无限大的点 这就是所谓的起点周围 形成了一个叫做事件世界的边界 任何进入这个边界的物质都无法逃脱 甚至连时间和空间的规则似乎都失去了意义 有趣的是黑洞的存在最早是由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测的 但直到20世纪中期 科学家才真正开始相信它们的存在 1964年天文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名为 SIG-Bike-SIG的E的Bike射线双星系统 这被认为是第一个被确认的黑洞 想想一下当时的科学家们可能在观测数据时 星周暗自惊呼 哇 这个真是个黑暗的秘密 而且黑洞不仅仅是宇宙中的吸尘器 它们还可能是宇宙的时间机器 根据相对论靠近黑洞的地方 时间会变得非常缓慢 这意味着如果你能够在黑洞附近待上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到地球 你可能会发现地球上的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 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逃避现实的人来说 黑洞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前提是你能活住回来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黑洞的蒸发现象 根据霍金辐射理论 黑洞并不是永恒的 它们会慢慢地蒸发 最终消失 这就像是宇宙中的一个大派队 黑洞在吸引住周围的物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也在悄悄地消耗四季 想象一下黑洞在派队上说 我来这里是为了吸引你们 但我也得小心 因为我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 总之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 最迷人的存在之一 它们不仅挑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 还让我们对宇宙的本质有了更深的思考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黑洞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像黑洞一样吸引更多的知识和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黑洞的历史 宇宙中的政治斗争 黑洞这个宇宙中最神秘的存在 既是科学的前沿 也是历史的舞台 在这场宇宙的政治斗争中 黑洞不仅仅是天体伪觉的对象 更是科学家们争论竞争和合作的焦点 让我们穿越时空 看看黑洞的历史 如何像一场宇宙中的政治斗争 首先 我们得回到二十世纪初 那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刚刚问世 爱因斯坦的理论为黑洞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他本人对此并不买仗 甚至曾说过 我不相信上帝会把黑洞放在宇宙中 这就像一个政治家在选举前否认自己有任何丑闻一样 爱因斯坦显然不想让黑洞这个丑闻影响他的名声 然而黑洞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就此结束 二十世纪三零年代 听文学家卡尔·史瓦西·卡尔罗说 在爱因斯坦的方程中发现了一个解 描述了一个引力极强的天体 这个解被称为史瓦西·黑洞 但当时的科学界对此并不热衷 甚至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数学上的奇迹 而非现实中的存在 进入二十世纪六零年代 黑洞的概念开始逐渐被接受 物理学家约翰·惠勒长Archibald Wheeler 在一九六七年首次使用黑洞这个词 仿佛给这个神秘的天体贴上了一个标签 像是给一个政治候选人起来的响亮的名字 惠勒的出现就像是一个政治明星 他的魅力和影响力让黑洞从一个冷话题变成了科学界的热门议题 然而黑洞的政治斗争并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黑洞的存在 但与此同时 关于黑洞的性质和形成机制的争论却愈演愈烈 比如斯蒂芬·霍金·西凡华均提出了黑洞辐射的理论 认为黑洞并非永恒存在 这就像是一个政治家突然宣布要改革自己的政策 令许多人感到震惊 在这场斗争中 黑洞不仅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 也是他们合作的桥梁 比如2019年世界世界望远镜 Eventryison-Dellison Teleso团队成功拍摄到了黑洞的影像 这项成就就像是科学界的一次联合国大会 各国科学家齐心协力 于此联合国大会 共同揭开了黑洞的神秘灭纱 总的来说黑洞的历史就像是一场宇宙中的政治斗争 充满了争论合作和意外的转折 它不仅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就像政治一样 科学也需要不断的辩论和交流 才能推动知识的进步 所以下次当你仰望星空 看到那遥远的黑洞系 不妨想象一下它背后那些激烈的政治斗争 或许会让你对宇宙的理解更加深刻 也更加幽默 使用科学和政治一样 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充满了戏剧性和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黑洞的科学 引力与量子力学的舞蹈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黑洞的科学 引力与量子力学的舞蹈 听起来像是某种科幻电影的标题 但实际上 这个话题比任何电影都要引人入胜 首先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存在之一 它们是如此强大的引力场 以至于连光都无法逃脱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黑洞附近 连你的光辉都被吞噬了 那可真是个黑暗的时刻 不过黑洞并不是完全黑暗的 它们的存在可以通过周围物质的行为来推测 比如吸急盘的辐射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引力和量子力学的舞蹈 引力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所描述的 而量子力学则是描述微观世界的规则 问题在于这两者在黑洞的环境中似乎不太合拍 就像一对舞者 虽然都在同一个舞台上 但却总是踩到对方的脚 在黑洞的中心 有一个被称为起点的地方 那里物质的密度无限大 时空的曲域也无限大 根据广义相对论 起点是一个无法用现有物理理论描述的地方 与此同时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 粒子在微观世界中并不是确定的 而是以概率的形式存在 这就像是你在舞会上既想要跳舞 又不想被踩到脚 结果却发现自己在犹豫不决 有趣的是斯蒂芬霍金提出了一个理论 称为霍金辐射 他认为黑洞并不是永恒的 它们会通过量子效益逐渐蒸发 想象一下一个黑洞在悄悄的减肥 这可真是个有趣的画面 霍金辐射的概念让我们意识到 黑洞并不是绝对的黑 它们也会释放出一些信息信息 甚至可能与量子力学的某些原则相互作用 最后黑洞的科学不仅仅是关于影力和量子力学的舞蹈 它还涉及到宇宙的起源 命运以及我们对现实的理解 就像一场复杂的舞会 参与者们在不断的交错 碰撞 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知的宇宙 所以下次当你仰望星空 看到那些遥远的兴起时 记得黑洞也在哪 默默地进行着它们的舞蹈 或许它们在等待着我们去解开更多的宇宙之谜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黑洞的文化 人类对未知的无谓探索 黑洞 这对宇宙中最神秘 最令人着迷的天体 常常让人联想到科幻电影中的奇异长期 或者是某个神秘的黑暗角落 里面藏着无数的未知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黑洞的文化 以及人类对未知的无谓探索 首先黑洞的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接受了 在古代天文学家们对夜空的观察充满了诗意和神秘感 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 宇宙是一个完美的球体 里面的星星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 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后 黑洞的概念才逐渐浮出水面 爱因斯坦自己可能都没想到 他的理论会导致人类对黑洞这一概念的热烈讨论 甚至是一些幽默的物济 在文化作品中 黑洞常常被描绘成一种神秘的力量 例如在电影《星际穿越》中 黑洞不仅是科学的象征 更是人类情感的寄托 主角们为了拯救人类 勇敢的穿越黑洞仿佛在告诉我们面对未知 我们不能退缩 反而要勇往直前 虽然在现实中穿越黑洞可能意味着被丝绸碎片 但这并不妨碍往在荧幕上大快躲移 说到黑洞的文化影响 不得不提的是黑洞照片的代争 2019年 科学家们首次捕捉到了黑洞的影像 瞬间引发了全球的轰动 那张模糊的棕色圆圈 不仅让科学界欢欣鼓舞 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人们纷纷用这张照片制作各种搞笑的表情报 甚至有人调侃说 这就是我在早上起床时的样子 可见黑洞不仅是科学的前沿 更是文化的交汇点 当然黑洞的探索 也引发了许多哲学上的思考 它们让我们反思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以及我们对未知的态度 正如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所说 黑洞并不是黑暗的 它们是宇宙中最亮的地方 这句话不仅是对黑洞的科学解释 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类探索精神的赞美 面对未知 我们或许会感到恐惧 但正是这种恐惧 激励着我们去探索 去发现 总之黑洞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更是文化和哲学的象征 它们提醒我们 面对未知 我们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哪怕前方是一个看作无底的黑暗 毕竟谁知道呢 也许在黑洞的另一端 正藏着我们未曾想象的奇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宇宙中最神秘的存在之一 黑洞 在刚才的分享中 我们揭开了黑洞的神秘面纱 讨论了他们的形成 历史 科学原理 以及文化意义 从黑洞的引力之强 连光都无法逃脱 到他们与量子力学的舞蹈 再到我们如何在文化中理解和表达黑洞的存在 这一切都让人着迷 在我们的探索中 黑洞不仅仅是科学的难题 它们也反映了人类对未知的无谓探索 科学家们的争论和合作 就像一场宇宙中的政治斗争 而黑洞的存在 则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 无论是霍金辐射的发现 还是2019年首张黑洞照片的发布 都让我们意识到 黑洞不仅仅是个抽象概念 而是科学与文化交织的生动体现 那么总的来说 黑洞是宇宙中的一场精彩演出 它们的存在让我们不断挑战 对时间 空间和现实的理解 我们在这一舞台上 不仅是观众 更是参与者 正如我所说 面对未知 我们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们对黑洞有什么看法 或者有什么有趣的问题 想要提出来吗 毕竟 宇宙的奥秘远远不止于此 期待你们的分享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展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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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